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数字也是非常的棒 我们其实这是属于在最高的一个整层的公约 在上面就是一个副市场的一个duplex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那一间的故事 目前为止在57有这个名称是因为当初 Extel就是开发商他在经济衰落之后 唯一能够对整个世界显示说我们纽约有多么棒的一个 在经济能力上面能够创出在这个地区最高的一个豪华大楼 那当初也就是占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位置 那也在刚刚讲到在楼上89跟90是一个护士城的一个penhouse 也当初以1亿美金的销售价格创造了整个纽约或是美国的一个最高纪录的一个销售房 对 因为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在2016年左右 当时说这个157标出了一套公寓 居然是超过了一亿美金 是的 而且很快就有买家买了 是的 而且这个买家还很有名对不对 对 就在这个楼上 对 是哪一位 他是Dell Computer的创始人 Michael Dell 对 就是Dell电脑的创始人 对 他就买下了顶层的这两套 对 应该说是一套 一套 富士的 对对对 一亿美金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大家就把这个57街称为这个亿望富翁大盗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个楼当时来讲 它的豪华奢华的程度 真的是超出人们的想象 当然 那除了它非常高 非常的奢侈以外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 它占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位置 它是在 刚好在中央公园的南部 那也刚好在它的正中心 所以你其实在我们现在这顶层上面来看下去 它两边的风景是对称的 哦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157 实际上来讲不仅仅它是在57街上面 最关键的是它北边的这个景 完全是无敌的 真的是无价的一个景 对 所以中央公园这个景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稀缺资源 就是很值钱的一个资源 很多人说我的公寓里面可以看到中央公园的一角 对不对 都很自豪 那现在你看这套单元 整面大窗完全对的中央公园 是的 所以中央公园是不是在整个纽约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具有房产价值的这么一个资源 对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很大的概念说曼哈顿岛到底有多大 那其实中央公园就占了将近一半 所以它的规划是完完全全不能在中央公园里面建筑任何的建筑物的 那对那么一个拥挤的一个城市来讲 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绿的空地 对居民是一个非常在休闲方面 或者在视觉上面 都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产 对 是 因为中央公园确实你看看一年四季 这样子的景色的一个变化 确实大家感觉到在一个钢筋水泥丛林的大都市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公园充满了一个绿意 可以亲近一个大自然 那更不用说你的公寓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么美的一个景色 对 我个人其实就是住在中央公园的旁边 那以我个人的感受 感受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就刚刚你讲的每个一年的四季 它有不同的景观 春天你的花 夏天你绿油油的一片绿色的 然后秋天当然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季节 它整个秋夜的一些 对 金黄色的 哇 很多的颜色色彩缤纷 对 然后在冬天的时候下的大雪 把整片公园盖成一个白色的毯子 对 它每一个季节的所能够展示的一个景象 真的是令人真的是无敌的 我只能说是无敌的 对 是 你讲到中央公园四季的变化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冬季 是吗 冬季白雪矮矮的覆盖在这个中央公园 这个景走进去 你这样走进了一个森林 一个梦幻的一个森林的感觉 你真的会觉得说你走进一个童话故事 故事 对对对 一个感觉对 今天这个157实际上对你来讲一点都不陌生 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做一次采访的时候 当时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豪宅的一个交易 对不对 所以当时那个情况来说的话 和最近整个的一个有没有一些变化 多多少少都有 因为当初可能157就是比较一个独家的 对对对 所以当初我的客人说要买最好的 那当然那选择就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那时机也都是配额的非常好 所以我那时候就可以帮我的客人拿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单元给买下来 对 那后来是不是你在这边也租了一套 很像也是一个非常豪华的一个单元对不对 对对也我们也以75000租出去的一个比这个还要小的一个一层楼的单位 真的是所以我非常期待看看我们这一套单元是先租出去还是先卖出去 对反正就是这套单元像是也在租也在卖 OK 所以当时这个157建造的时候 这个开发商Extel他立志就是要打造一个 马哈顿从来没有过的这个高端的豪华公寓 所以他可能是请到一个最好的建筑设计师 最好的建筑团队来做 而且他里面的amenity也是非常的令人惊叹 所以这方面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是的 所以这个建筑师他的名字叫做Christian D.Portabak 是建筑界上面一个Norbel Prize的一个奖 叫做Prisca Prize的一个得奖人 获得很高评价的一个建筑师 所以Extel当初也请了那么高级的建筑师 来设计他的这个栽中大楼 那他这个大楼到底就是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一些设施 该有的都有 你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 你有Sona 还有24小时 多美 多美 就是说这个大楼它实际上它下面就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是的 所以上面所有的住户其实是可以享受这种酒店式的一个服务 对 所以你看就是说大楼所有的公寓如果有中央公园景 那这个房产的价值就会提升 那更不用说这个157这栋大楼 它是占据了中央公园最中心的一个位置 你说它非常的对称 它看出去就在中央公园的正前方 是的 所以说可以是一览无遗 没有任何的一个遮挡 所以这157自从它这个有卖出了一元的这个公寓以后 听说这整个这个大道 被很多的开发商看中了 都想在这个地方建一些超豪华的这些大楼 对不对 所以最近几年在这个57街上面 是不是又涌现了很多的一些造型各异的 很多的一些新的楼盘出来 是的 其实在过去的这10年里面 陆陆续续的也有更高 也有更豪华的一些大楼 像同样这个157的建商也建了一个全 南半球最高的一个大楼 叫做Central Park Tower 就在我们这边的旁边 是中央公园一号 对 然后在东边还有一个111 West 57 对 然后再过去有432 Park Avenue 432 Park Avenue 对 然后这些都是陆陆续续的大家都在比赛说 谁能够盖的更高 谁能够盖的更豪华 谁能够盖的先进的一些比赛 对 所以真的是在纽约在曼哈顿 这些高端的摩天大楼 形成了一场竞争一样的 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对不对 当初这个157是在这个地区是最高的 可是现在马上就被其他的大楼给比下去了 对 所以157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经典 那至今来讲我们进来看 它虽然这个年代已经过了七八年左右 但是它整个一个装潢一个设计 还有一个设施 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可以说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对 那下一个问题我就非常好奇 这些动不动就是千万美元买一套公寓 我听说Central Park Tower 现在顶层的公寓卖到2.3亿美金 对 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 是一定有的 我是最近一个统计的一个数字 全世界的亿万富翁 你光在中国就有将近要1000个亿万富翁 按美金来算 按美金来算 然后在美国都有700多个 所以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统计过在纽约有多少 在纽约将近有60个 对 你光那个60个 这栋大楼就可以卖光了 OK 是 但是我们知道纽约 我觉得曼哈顿它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市场 对 所有的超级富豪 他们都想在曼哈顿拥有房产 因为这是作为他们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 而且您也知道的在曼哈顿 不是说哪一个建商说盖多高就能够盖多高 它这边的都市的计划是有airline的限制 对 很严格的限制 对 而且最关键是你要在这么中心的地块 拿到一块地来建这个大楼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对 我知道很多的开发商是积攒了20多年 是的 才买下了几个小楼 凑成了一块地 才可以建起来 对 所以变得是物以稀为贵 那当然在那个等级上的一个 能够买这些的当然就是那些一万富翁 所以就是纽约曼哈顿房地产市场 是永远不缺买家的 不缺资金的 是的 有的时候普通人真的很难想象 就像你现在代理的这套单元 它是一整层的 总的面积是多少 总的面积是超过6200平方英尺 6200平方英尺 差不多就是500多平米 对 对不对 那这样子一个大平常 大豪宅 它的月租金就12万5000 是的 很多人想12万5000 在美国的很多地方 就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对不对 所以它现在的售价是标多少 3900万 3900万 将近4000万美金 这个4000万美金 如果在这个亿万富豪大道上面 现有的这些销售来讲的话 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来 对对对对 所以你怎么评价这个曼哈顿 这种超豪华公寓 这种高端市场 最近几年的一个发展 那美国纽约是一个非常安全 又非常对人权的财产是非常有保证的 那不要说光是我们在本土的一些亿万富翁 我们拿其他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蛮多亿万富翁 可是并不是代表说他们在那边国家的一些政策 能够非常对他们私人的财产是有保障的 所以在有一个那么好的一个制度下 会有吸引到每一国每一世界每一国的一些基金来这边投资 那选择房地产是一个最优势的一个第一选择 对因为首先纽约的房地产市场是向全球开放的 它没有任何的关卡 不会说对外国人征收各种各样的税 实际上是一样的和大家是一样的 买卖没有额外的一些费用 你是本地人是外国人 你只要有足够的现金 你都是可以买这里的房子的 对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纽约曼哈顿的房地产 最近几年看下来 它是一个非常保值稳定的这样一个资产 你看纽约受到最多的冲击就是纽约这个城市 91108年的金融危机 包括现在疫情的冲击 那都会使得房地产有波动 那这些波动来说的话 纽约的波动是最小的 是最小的 是不是 它虽然都是从纽约爆发 但是纽约的房地产波动最小 我们也没看到它的房价这种大跌 对不对 然后如果长期来看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保值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对于全球的这种超级富豪来讲的话 马哈顿房产绝对是他们资产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 对不对 所以下面你们带我看一下整个我们这套公寓的 它的景色以及它的内部 好的 对 嗯 我是面向中央公园 是的 但是157来说的话 一个是它非常正对中央公园 而且这套公寓最宽 最宽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整层最宽 超过57 57 57尺 超过57尺 对 对 所以确实来讲如果有一个客厅有这个一半已经是非常正好 嗯 可能都是要大起千万 对 那我们是两倍的长 对 而且你看整个整个这个客厅 你大概可以如果说你要拍个party的话 你150个人都没有问题 真的是 对对对对 这边可以做一个舞会 对对对对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会在这边住的人 不管是自己拥有或是租客 嗯 在他们的社交方面是非常一件重要的事情 对 那他们会常常利用他们这边的空间来做一些他们自己的活动 来增加他们在社会上的一些社交的能力 对 是 你看我们这样走过来 确实感觉哇 这个景色非常的框 对 而且是大落地窗 是的 对 所以很多一些豪宅的楼 它其实它窗户没有办法做这么大 是 一个大落地窗 所以这个景色的这种冲击力就小了很多 对 像你刚进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下子被那种震撼 被这个景色震撼的一个感觉 对 那绝对有 绝对有被震撼到 而且 对对对 因为我们这边是朝 朝东北其实 所以你每天早上的日 太阳日升 你都是可以欣赏到 对对对 这边有阳光进来 对对 然后我们这边其实是西边 对 所以每天的太阳西下的美景 也都是可以欣赏到的 对 而且你看到了我们看到 这个两条河流 是的 包着这个马哈顿 在这么高处我们可以看到东河 哈特逊河 对对 所以以中国上风水上来讲 对 这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 嗯 真的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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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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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